第四节 Matthew Wright 各标进两颗三分球 打出一波9比2拉开比数 戴维斯在最后2分钟也泛满离场 菲律宾一度将差距被拉开到10分 黄镇砍进3分但把差距缩小至个位数差距 但追分仍是功亏一溃 中场以83比90不敌菲律宾 戴维斯攻下全队最高的20分9篮板 揪一详译17分4篮板 黄镇则标进4颗3分球贡献16分 第3节 进入第3节 蔡文成开局中距离得手追平比数 不过Q 戴维斯在开赛2分钟后吞下第4范 被提前换下场少了Q后 台湾对禁区完全讨不到便宜 菲律宾也频频切入禁区得分 拉开比数 黄镇 周一翔共飙三颗3分但追分再度追平 周伯承在中距离跳投得分 一度驻队要回领先 但June Marfajatu和Jips Aguilar肆虐 禁区单节攻下8分反超 周一翔最后再砍进3分但台湾追到64比65落后 第二节 菲律宾第二节展开反攻 开局打出一波10比4的攻势逆转 台湾对该节食物稍嫌过多 在后苦苦追分 李凯燕连切代法拿下5分 黄镇在3分多中时砍进一颗超前3分 但以39比36反超 不过菲律宾在让Q 戴维斯通下第三犯深陷犯规 麻烦的大Q只能提前下场休息 他们也频频发动快攻要回领先 周一翔在独秒阶段砍进3分但 班平战局台湾对上半场犯规过多 让菲律宾18罚14众 反观我国只有8罚6众 菲律宾半场取得44比42的领先 Q 戴维斯上半场豪取16分 7篮板 刘正和周一翔各攻下5分 台湾对重点看防的菲律宾中锋 布拉契紧拿下6分 4篮板 Juma Fajadu则攻下菲律宾最高的9分 李凯燕拦截提攻 第一节 刘正先以3分但开局 Q 戴维斯连坎7分 包括一颗3分球 台湾队打出一波12比2的攻势 首截刘正和Q 戴维斯连 手标分Q 戴维斯中距离再得手 刘正超截后快攻上篮得手 台湾一度取得14分领先优势 刘正拦截提攻 菲律宾一开始外线手感不佳 只靠着禁区零星攻势得分 但在Q 戴维斯苦吞两次犯规退场后 打出一波10比零攻势追了上来 台湾队近4分钟进攻也陷入当机 最后靠着周一翔跳投直写 台湾队首截以23.18分领先 Q 戴维斯则攻下全场最高的12分 Q 戴维斯拦截提供 赛前报道 台湾竟于世界北亚洲区资格赛碰上菲律宾 面对客场庞大的压力 台湾队不敢大意 期盼复制2013年亚锦赛的经验 再度于客场胜飞 戴维斯拦截 稳辑 22 Hack